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赶到了AD往BD 去的时候用了1又五分之一小时 就是1.2小时 对吧 然后回来的时候速度比原来加快了三分之一 速度变快了 那么回来需要多少小时 这个题是一道行程问题 对吧 一般来说行程问题我们得知道三要素 或者得知道两个能推出另外一个 对不对 但去的时候我们只知道时间 回来的时候我们又只知道速度比原来加快了 原来速度都不知道 所以你发现三要素其实很缺乏 那别人最后还让你求回来需要多少小时 那你说这个我该怎么做呢 正常来做其实没办法 因为少条件 对不对 看起来少条件 但其实并没有 因为这道题其实没有给你路程 也没有给你速度 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些条件其实没那么重要 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路程 是什么样的速度 求出来的结果最后是不影响的 好 那既然是不影响的 我们就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去设一个数 其实跟我们以前学设单位一 其实类似的 只不过我们设一个具体的数 比如说你不是从左往右去了 一又五分之一个小时吗 我就把路程假设出来 可以吧 这是AD 这是BD 既然你花了一又五分之一个小时 那我就假设这个路程就是一又五分之一 或者一又五分之一米 或者一又五分之一千米 那这样的话我算速度比较好算 好 那如果我假设这整个路程是一又五分之一 那同学们告诉我 它的速度应该是多少 是不是就应该是一又五分之一 这是路程嘛 除以它用的时间一又五分之一 是不是就等于速度 路程除以时间等于速度 速度就是一啊 对吧 好 那既然速度是一 说回来啊 比原来加快了三分之一 那原来的速度是一啊 所以新的速度是不是就一乘以一又三分之一 或者一加上三分之一吧 因为快了三分之一嘛 所以就应该是新的速度是三分之四 好 那新的速度是有了 别人问需要多少小时 我是不是用路程除以新的速度就好了 那路程是这个 对吧 路程是没有变的 所以再用一又五分之一 那就是五分之六 去除以这个三分之四 那就乘以四分之三 这里我就减写了 所以答案算出来就好了呗 好 约一下 这里是三 这里约完剩二 所以答案就应该是十分之九 你会发现时间比原来就变少了 原来需要一又五分之一小时 现在只需要十分之九 就是通过设数的办法最后把结果求出来了 有些人可能会不信 老师 你说你设一又五分之一 万一我设的不是一又五分之一 答案一样吗 其实是一样的 哪怕你设的这个是A 最后算的答案也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个设数 并不会改变整个题目的解答 这个非常重要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所以设数什么意思呢 会发现题目中有一些缺少的条件 其实看起来缺少 本质其实没有缺少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设数的办法 比如像刚刚这个 我们不知道路程 只知道时间 你就没办法求速度 所以我们把路程假设成一个数 当然这个数稍微小一点 稍微好算一点 便于你等会计算 然后假设这个数带进去之后 然后再进行正常的解答 最后的答案其实一定是正确的 因为你设的数它不会影响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设数的办法 好 那这个设数法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会让数量关系更加的简单明白 因为这个数字一旦设计去之后 那相当于整个题目就丰满了 就丰富了 对吧 所以就变成一个非常简单的计算问题 或者是应用题了 好 所以它利于求解问题 那什么时候用呢 你会发现题目当中 有时候缺少你要的条件 比如说形成问题 它只给了你一个 你少两个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其中一个 而且它不影响最后的结果 这个一点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确定它到底影不影响 其实东宾老师有个特别好的办法 你可以设两个数 对吧 设两种数 如果你两种数算出来的答案都一样 那说明什么 说明它就不会影响这个题目的问题了 好 那么怎么用呢 注意啊 设的数最好尽可能小 为了我们方便吧 你不要设什么100万 3967 对吧 这种不好算的数 尽量小 而且呢 方便计算 刚刚为什么我设115分之1呢 因为正好除以115分之1 它等于1嘛 对吧 所以比较方便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王牌 另一题一了 如果 这是一个代数的问题 对吧 两个三角图形和代数的结合 两个三角等于三个正方形 一个三角一个五角形等于四个正方形 那么两个星星和一个正方形等于多少个三角形呢 这道题看起来其实不难 对吧 比如说两个三角等于三个正方形 那说明一个三角就是1.5个正方形 对吧 那一个三角是1.5个正方形 那这里等于四个 那说明一个星星也可以推出来呀 对吧 推完之后呢 再带到这儿就可以知道有多少个三角了呗 可以是可以 但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麻烦 还需要你去想一想 对吧 但是如果我们用射数的办法就非常简单 什么意思 我们来尝试一下 两个三角等于三个方形 我们就假设这些都是一些数 那是什么数呢 比如说我认为方形为1 1其实不太好 因为左边是一个2 对吧 是一个两个三角 所以我们干脆把右边呢 每一个方形就假设为2 假设都是2 我们假设方形是等于2 那我们来推一下 请问三角等于几 方形如果是2 右边是三个方形 那就是2 3得6 那左边是两个三角代表6 那么一个三角就代表3 所以一个三角就代表3 好 那我们来带到这里试一下 那一个三角代表3 一个框框代表2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推出五角形了 这个五角形我画的可能跟它不太一样 我们就假设这五角形 好 那右边是不是就是8呀 24的8 那左边三角是3 那星星就是几 3加上几等于8 3加上5吧 所以由此三个代表的数我都算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你问我它代表几个三角 不就问我几等于多少个几吗 对不对 带进去 星星是5 那25就1 10 再加上2 所以左边就是12 就是问你12等于多少 注意这不是框框 这是要写的数 乘以因为三角是3 所以就问你12等于多少乘以3 那显然是几个 是不是4个 就搞定了 这就是设数法的好处 比大家去单独思考每一个代表几个框框 要简单那么一些些 好 抓紧我们来看一下一道 举一反三的问题 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吧 三角等于圆圈加圆圈 两个圆圈 三角加圆圈等于方框加方框 给它三个 对吧 给它三个 这样我们从左到右 我们来设一下 假设圆圈 假设圆圈 假设它就是1吧 好吧 圆圈如果是1 那请问三角是几 三角是不是就是2 对吧 三角是2 好 那三角是2 圆圈是1 你会发现方框就是假 方框就是 两个方框等于3 一个方框就是1.5 对不对 1.5有点不太好 不太喜欢小数 对不对 那我干脆扩一个倍吧 就假设这是2算了 好不好 稍微改一下 如果圈圈是2 我们来看 圈圈如果是2 这个时候三角是假 三角等于两个圈圈 所以三角就变成了4 注意 我已经改过了 三角变成了4 好 这个时候 三角是4圈圈是2 那这个合起来就是假 是不是就是6了 那既然是6 说明一个方框 是不是就应该是3 所以方框也有了 方框就是3 注意 设计合理的数 会让计算更简单 好 那方框是333 所以五角星也有了 三个方框就是三个3 那五角星就是9了 好 最后问 它等于它 还是一样全部换成数字 那三角是4 方框是3 星星是9 那加下是假 4加3 7 7加9 16 所以左边就是16 就是问你16啊 等于几乘以圈圈 圈圈是2 那显然几个圈圈 8个 所以答案就是8 哎 设计法还是挺好用的吧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刚刚我们遇到的问题啊 你会发现图形的相互替换 那几何和代数的一个结合问题 如果我们直接用代入法 就是直接换成那个几何图形 等于几个几何图形 其实非常的麻烦 但是如果我们设数代入 就会把这个式子 变成一个非常的简单的计算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王牌立体二 说足球赛门票原来15块钱一张 降价后 注意啊 它要降价 那观众呢增加了一倍 但是有没有告诉你 原来有几个观众啊 你都不知道 对吧 所以增加了一倍 那你显然你也不知道多少 然后呢 收入增加了五分之一 收入增加了五分之一 你也不知道 因为原来你不知道多少观众 你就不知道多少收入 你不知道多少收入 就不知道现在多少收入 那你不知道 反正都不知道 所以你会发现 是不是感觉少条件啊 哎 既然这种少条件 怎么办呢 哎 我们可以想到 用摄数的办法 好 因为原来的观众 根本就不知道 也就不知道总共的收入 所以呢 我们假设观众 假设原来的观众吧 那得多少呢 那当然是越小越好啊 假设一个人吧 比如说一个人也行啊 可以啊 一个人也是观众啊 对吧 好 我们就假设原来只有一个人看 那请问原来多少钱 原来的钱数啊 我们就写钱好不好 数一点啊 原来的钱 那就应该是一个人 一个人那就是15块钱一张 那就15块钱呗 15乘1 对吧 等于15 好 我们来想想 现在你赚了多少钱啊 现在 现在的观众 可就不止一个人了哟 因为他增加了一倍 原来一个人看 现在几个人 现在两个人 对吧 也不多 现在两个人 好 那现在的钱 我们来想一想 现在的钱 因为他说收入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五分之一 那原来是15块 对吧 那增加了五分之一 那就应该是15 再乘以一个五分之六吧 1加上五分之一嘛 所以现在的钱数 就应该是多少 等于18块钱 所以原来15啊 现在18增加了吧 看起来增加了 其实你涨 其实你降价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有两个人的嘛 所以一个人多少钱 18除12 所以其实一个人 才交了多少钱 才交了9块钱 那么请问降价了多少呢 原来15 现在9 那就出来了 所以答案是15 减去9等于6元 也就是说降了6块钱 但是因为我人数增加了 所以呢 我的总收入还是增加了 所以最后我们利用 设数的办法 设出了一个观众 对吧 最后求出了降价 当然有同学又会问 老师你这一个观众 到底符不符合呢 你可以去试一下 我们设两个观众 可不可以 发现答案是一样的 甚至你可以设 假设有A个观众 那也是可以的 那这样的话 现在就有多少呢 有2一个人 收入一样 按照刚刚的方法去算 最后答案依然是6元 所以它并不影响结果 是6元 旁边的方法去算 是7元 6元 旁边的方法去算 5元 4元 5元 5元 0元 7元 感谢观看